今年的世界互联网大会首次举行了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发布会 15项全球顶尖的互联网技术昨天下午亮相乌镇 告诉您最炫的未来生活是什么样的 特斯拉全球副总裁任宇祥带着特斯拉Model S率先登场 在屏幕上演示了特斯拉最新的增强型自动辅助驾驶功能 全新的特斯拉2.0系统涵盖了8个摄像头和12个超声波传感器 对周围环境进行检测和传感 从而实现自动驾驶 IBM全球副总裁程黎明带来了最新的内脑计算机 据计算 人脑每天要储存超过1TB的图像资料 这样的工作量对人脑而言并不费劲 但是对电脑而言需要占用大量的资源才能处理 而类脑计算机的发展就是希望通过模仿人类大脑处理的方式 极大提高计算机的运行效率 甚至让计算机拥有学习能力 同时IBM还带来了新一代原子存储技术 让存储1比特的信息需要的原子从100万个缩减为12个 除此之外还发布了基于超级计算机的远程医疗应用 未来计算机就可以看懂化验报告 医学图像给偏远的医院提供技术支持 阿里巴巴集团CEO张勇带来了全新一代电子商务交易处理平台 飞天开放平台 其实刚刚过去的这个双11 我想很多人都经历了这个第八个双11的一个 这个惊讶和这个购物的一个体验 那么在这个双11上面 我想大家感受到的1207亿在24小时内发生的这样的一个购物的体验 其实背后是以我们这个飞天技术平台为基础的 我们的整个的技术架构在发挥的一个作用 双11购物级当天 飞天平台刚刚经收了上亿用户的考验 支撑住了每秒17.5万笔的交易订单和12万笔每秒的支付产生 卡巴斯基的全新2016公控安全平台 中国科学院的量子通讯技术 微软的全息眼镜等技术也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 据悉 本次发布的15个科技成果是从全球互联网企业高等院校 科研机构和个人提交的500余项创新成果中 由33名海内外知名的互联网专家评审产生的 彰显了互联网领域从业者的创造性贡献 搭建全方位的创新交流平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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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